我刚刚提到的交通部的统计查询网 这个部分请各位可以从第四个单元 里面一样可以找到用IE物件 爬取交通部的统计查询网这个单元 打开之后的话呢 我这边有个范例 就是在这个资料里面的第九页 打开之后的话 这个连结里面的第九页部分 就是疫后呢 就是出国人处的统计 比如说我想要知道说 到底这个疫情过后呢 国人出国去哪些国家是最多 国家或地区是最多的 那我想要统计的基本上就是 从111年1月到最近的一个日期 那基本上我统计的是按照月 我大概抓几个吧 也只抓大概亚洲好了 亚洲就好了 其他还有欧洲跟美洲 或者其他地区 OK 那不过我们也先不要那么大 我们就抓里面的总共五个好了 比如我这边抓香港 中国大陆 日本 韩国 新加坡 类似这 然后按查询 结果就出来了 结果这边就有了 所以你们将来 假设你要找这个资料的话 我前面一直强调 主要就是有几个重点 你如果要设定的话 上面这个是你要抓的时间 下面是你要抓的栏位 OK 所以你只要针对这两个 设定完之后按查询 结果就会出来了 得到的结果底下有个连结 所以你如果要抓这下面就有连结 看到了这个资料 就是从111年的1月 然后总共五个地区 OK 然后一直到最近的是113年的3月 3月现在几月 现在6月吧 所以前几个月好像资料还没出现 所以他好像提供 就是最近的话就是113的3月 那到底有差别多大呢 你会发现呢 这个应该是疫情期间吧 你会发现出国人数 像日本好像 日本就1000多个 反而中国大马5千多个 香港才800多个 南韩才600多个 那可是一直到好了 比如说以这个 跟那个113年的3月比起来的话 哇 简直无法比较 有没有 那个从多少钱 1000多个 暴增到48万 OK 那去中国大陆的话21万 那香港的话8万 不过去香港好像有跌下来 然后这个 2月10万突然又降下来了 反而好像去香港的人越来越少 以前我还蛮常去香港的 因为非香港 比非高雄好像感觉距离差不多 而且机票前差不多 我之前还 当天早上去下午回来 不不晚上回来 OK 然后那个 去韩国的话大概就是10几万人 然后去新加坡大概就2万多人 OK 那这个资料的话怎么产生的呢 我再做一次给各位看 当然你们将来做期末报告的时候 你不要用一样的题目 大概是方法差不多 我做一次 这个怎么做的呢 首先当然你要先到那个 交通部的统计查询网里面 找到什么呢 找到那个就是有关观光类的 观光里面的出国人 出国人数这里 有没有点击它 点击之后的话呢 第一个我要先设定时间 那时间的话呢 我原则上不要太久 不然之前的可能资料太多了 我就从111年的1月 设定到113年的3月 然后周期的话 我是建议 千万特别特别小心 千万不要选这个月寒年的 为什么呢 月寒年的话 它会变成说 它的那个资料里面有月份 然后突然又桌一个一整年 那这个资料有点怪怪的 我是建议 千万不要选这个 那选哪一个 你要不要选年 要不要选月 如果选月的话呢 就是1月、2月、3月、每月 年的话就变成一整年 比如说111年 一整年的全部加总 OK 它就不会分了啦 所以特别注意这个地方 我就选了月就好了 OK 所以哦 第一个设定时间 OK step 1 设定时间 那时间的话记得周期 要不就是用月 要不就是用年 千万不要用月寒年 这个完全不建议 第二个的话呢 你要统计的地区 那统计地区 那预设是全部打勾 我是建议你 这些都不要打勾 OK 然后呢 自己在针对你要的 比如说我要的是 刚刚讲的 可能就是这四个加 这一个马底下 如果你要再去数别的 你也可以再打勾 然后其他的话 还有像 不过每周这个地方 你可能要把这个打勾取消 如果你没有打勾取消 它也会出现这几个栏位 这个可能要 这边都要打勾取消 如果没取消的话 它就会出现 出现 你变得很麻烦 你当然可以手动删除 可是很麻烦 好 那有打勾的就只有五个 五个栏位 好 这样的话你就直接 直接按下查询 这个时候结果就出来了 有没有 它就会有那个 从111年的1月 一直到113年的3月 那你说老师 我不要一个月一个月 这个月份好像太多 这怎么办 没关系 你可以把它关掉 设定一下的话 这边就是 你可以把它改成年 如果改成年 你再按查询 那你会发现 它就只有一整年 有没有 那你说老师不是还有113年 因为好像113年 它没有完整 所以它没有让你显示出来 它就是一整年的 这个也可以拿来当参考 只是说113年 如果要最近的资料 它就不会出现 那当然你说老师 那如果我要的是其他地区的话 那没关系 像我们同学有越南的同学 那也可以打给我看一下 有没有 查询一下 去越南的会比较多 有啊 你看整个 那去按年好像看不太出来 然后改成用月 查询一下 有没有 从疫情前 诶是怎么多这个 我刚刚是多 这个日期好像有跳到 我把它重新再悬疗 按一下查询 那从疫情前 也是大概跟日本 好像比日本的人多一点 可是疫后的话 大概多少呢 疫后好像 日本48万 那去越南的话 大概就10多万 比起来的话 好像跟去韓国的人数 好像也就差不了多少 所以如果人家问你说 到底台湾人出国去的最多的 到底是去哪些国家 当然你很明显 可以看得出来 第一名 日本 第二名的话 那应该是中国大陆 第三名的话 那就韓国 不过韓国跟越南好像很接近 然后再来就是去香港 再来应该就是其他 那这个我想 第一个就是如何 针对交通部的统计查询网 特别之后 找到这个地方 叫观光的部分 出国人数 你们先试试看 那如果你有这个连结之后的话 所以我把刚刚这个连结 把它贴到这边 那你只要有这个连结的话 你就可以透过ChargePT 跟他讲说 请你帮我把这个网址 你可以把这个网址 复制给他 下载 用IE物件 撰写VBA程式 然后帮我下载到Excel当中 他就会帮你写出对应的程式了 我想你们可以先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